这个是我在奥地买的一块三文鱼 以前没有动过的 就是一个新鲜的三文鱼 那才0.8磅 这个就我们两个人一餐的量 这条三文鱼是带皮的 下面我就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道 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我最拿手的三文鱼 大家都知道三文鱼是比较难做的一种鱼 因为三文鱼的这个肢地比较粗 吃上去比较老的那种感觉 而且比较干 所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做怎么做三文鱼的 这种做法我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大家都抢着吃 口感很好 而且很香 下面我就开始做 就这个三文鱼的话 我把它洗干净来 就是这个 从来都没有冻过的 从来都没有冻过的 那么里面我要加什么呢 我要先要加盐 加一点这个黑胡椒 够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一点切好的生姜片 加一点生姜片在上面 把火打开来 大火开了以后 关中火 再焖一个五分钟 其实这个鱼不是很厚的那种 因为价钱没那么贵 那越厚 价钱就越贵 让这个大小 这么厚度 开了以后 再蒸个五六分钟就熟了 那熟不熟 我怎么讲呢 用这个温度计量一下 到了 只要插进去 插到中间 到了145度 那鱼就熟了 记住千万不要蒸太久 蒸太久了以后 是里面会变成越来越柴 145度是USDA 要求的温度 就到那个温度以后 三文鱼就被认为是熟了 现在大开了 我把火关成中火 今天蒸的这个鱼 一共用了八分钟 头五分钟的时候 还没有熟 我又加了三分钟 所以我来量一下 现在 这个已经145了 现在我们等那个气 下去了以后 把盖子打开 看到吧 这里面有很多的汽水 蒸出来的水 至关重要的一步 要把这些水 全部倒掉 倒掉了以后 再来处理 倒干净水以后 我们用个参叉 把肉一片一片的 给它掰下来 那鱼的皮 还是在最底下 那生姜还在里面 没有关系 就是把它稍微搞开来 搞碎来就行了 那我们做下一步 加油 把油烧热来 然后把切好的葱花 和蒜末 放到这个热油里面 去爆炒 大概爆炒的时间 有20秒左右就行了 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炒它 要吃辣的朋友 这个时候可以 放一点辣椒下去 把八毫的葱蒜 均匀的浇在这个鱼的上面 鱼不需要再翻拌了 里面全部的味道都可以进到鱼里面去 非常的香 很入味 而且这道鱼非常的好吃 很滑溜 不是像以往的三文鱼一样的 有点干巴巴的 好了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三文鱼 就这样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吃鱼的话 不妨试试这道菜 真的很好 感谢观看